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45年8月6日凌晨 美军一架B-29轰炸机诺拉盖一号 在天宁岛搭载了小男孩原子弹 与其他五架飞机飞往广岛市 执行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轰炸任务 小男孩在上午约8点15分 在偏离原定目标香声桥东南方约600公尺的 岛医院上空550公尺爆炸 造成超过10万名居民死亡的大规模毁灭性打击 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在战争之中使用核子武器 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画下句点 小男孩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投入实战的核武器 重达4000公斤内部装有幼元素 在引发连锁效应后释放出大约15000公吨的 TNT炸药能量 原爆首先产生的强光以及强大的冲击波气浪 接着红外线高温烧毁了几乎所有 广岛市中心的木造房屋 接着放射性污染物随着菌状云混合着水气落下黑雨 让当地居民承受着辐射污染后的病痛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小男孩原爆产生的强烈射线 让当时在美军飞机上拍摄原爆的摄影底片无法冲洗 因此当下爆炸的影像记录并不多 两回是一部由NHK制作在2010年所推出的纪录片 内容记录了被日本政府首位承认 承受两次原爆的二重被爆者三口江的故事 出生于日本长期的三口江 在二战期间担任山林重工的造船工程师 他在1945年8月时因出差广岛而在上班的途中遭受广岛原爆 他距离爆炸中心约3公里远而侥幸逃过一劫 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之下逃回了长期 却又在长期养伤期间遭受到长期原爆 透过珍贵的三口江访谈影像以及官方的史料 详细记录了两次原爆的过程 在经历过两次大难不死的三口江 战后担任驻日美军的翻译中学英语教师 并且在1960年代重回山林重工担任工程师 直到退休 他多次被联合国邀请演讲 并且致力于全球反核运动 直到2010年1月4号 三口江因为胃癌过世 享年93岁 至今三口江如何能够在承受强烈的辐射之下 直至终老 始终是众多医学专家讨论的话题 推测是他身上强大的细胞修复能力 以及静默突变 也就是即便身体细胞出现编码错误 新生的细胞转入时 能够忽略并且顺利地读取 让身体能够持续地产生正常细胞的原因 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或是声音 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 以及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IG以及各大声音平台 我是XXY 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